猫咪到底要不要洗澡呢?多久洗一次澡呢? 作为一个新手小白,这个问题着实让我迷惑了很久。 七个月之前还是一个小毛崽子,现在已经胖到快七斤了, 整天不是吃就是睡,不管是沙发上还是床上,哪怕是地上, 人家都能躺得十分的惬意,时不时的还爬在我身上, 杀个疗,卖个萌,再考一根猫条吃。 就这种情况,你说猫咪到底要不要洗澡呢? 能吃,能喝,能睡,还能拉,一天都能去好几趟猫茶盆。 说实话,如果说不给猫咪洗澡,我是真的忍受不了。 就是因为养了这只猫,所以说连洗地机都买了, 整天在家里上天下跳的,晚上还跑过酷。 除此之外,猫咪的宠物食金是逼不可少的。 甚至跟他有活动,一次性又买了一箱, 卖杜格的宠物食金,专门为宠物设计, 平时用来踏踏猫爪子,猫屁股都是可以的。 尤其是对于家里养狗的朋友来说, 那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。 价格还超级便宜,这一包是80片, 因离子存化水,一去窝还义军。 其实猫咪嘛,本身还是比较爱干净的, 之前都是在卫生间里面给他洗澡, 每次洗澡也是特别的麻烦,第一不配合。 而且每次洗完之后还要给他吹风, 真的是相当的麻烦。 自从买了这个宠物食金之后,就方便很多了, 每隔两天就给他擦一次, 至少能保重他的爪子, 还有外面的皮毛是干净的。 这款磁剑呢,是专门为宠物而研发的,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使用, 不含酒精、香精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高效益君,质地温和, 自然而不刺激。 全身擦得干干净净,再也不嫌疑他乱上床了。 现在马上要到过年了,快点也快停用了, 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背起来。 保子期是两年, 我是直接买了一箱, 估计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了。 抽抽我们家这是啥猫, 丑是丑螺点, 但是咱主打一个陪伴和可爱呢。 第二回又在沙发上睡着了, 自从上回走丢以后, 在外面度过了一个寒冷街的夜晚, 回来之后就特别温顺了, 有抱抱也有贴贴了。 现在全家人都把它当个宝似的, 有好吃的好喝的, 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它。 这种感觉相信只有养过猫的朋友才能懂, 相互陪伴和依靠, 想想小猫的生命就那么几年, 它却把它的一生都给了你。 对于我们来说, 拥有一只小猫也是幸福的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,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来日方长,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我点个赞。 谢谢路过所有所有的朋友们, 下期我们再见。